回到雞排博士 郭台銘見雞排博士 大和解 雞排一不小心還是說成豬排 OK 好 可不可以簡單跟我們說明一下 當初郭董為什麼批評你說 要賣雞排下去討政大的法律博士嗎 就是我想 6年前郭董說的時候 就是炸豬排不需要念到博士 前兩天他過去看我的時候也是這樣說 可能他比較喜歡吃豬排 他對雞排比較沒有印象 這比較遺憾比較可惜的 那希望他看了我之後 那個雞排在他腦子裡面的印象就深一點 那也建議他幕僚說給他一點書面資料 讓他多看看雞排 讓他對他有印象 那為什麼郭董會去看我 就是應該是6年前 那他就是那一番言論 那人家說他在批評我 可是我覺得也還好 因為我總覺得每一件事情 就是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那你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他 當然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很多人就會說 他首富嘛 拿小的民間疾苦 拿小的我們這樣子 平民百姓的一些 然後讀博士去炸豬排炸雞排 這個連我都講錯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你在賣什麼啦 新品像 炸雞排 豬排一起賣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新品像 新品像 被他傳染到 就是就是 就是博士跑去賣雞排 這個這個東西是 其實是關係到 我們國家的一些經濟問題 那等於說 我們沒有辦法 如果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好的位置的話 那我們就只有另謀出入嘛 那當然也有一些個人的因素 那郭董他去找 六年前他批評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很陽光的去解讀他 就是 那就是他 他是一個CEO 他是一個企業家 那企業家把錢花在刀口上 是他根深底 就是他腦子裡面本來就是會想這些事情 那所有事情要有效率 要能賺錢 這是他的天職 因為他是 他開公司就是要賺錢 他不是要當慈善家嘛 那他從這個角度來看說 那這個人跑去念博士 又跑去賣雞排 浪費啊 這這樣子 從他的 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這個這件事情 那這個思維 講話也沒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要另類思考嘛 不能說依我們 就是我們是平民百姓 那如果今天 您也是一個企業家 您站在公司自理的角度 這個人 國家花了那麼多錢栽培他 家裡花了那麼多錢栽培他 結果他跑去賣雞排 這浪費 他這樣講出來 這其實還言之有理啊 那你這次碰到郭董 你有沒有跟他就這個事情爭辯說 我跟你說 不會假白 還是需要大概博士班級的 企業管理知識 零售學 都是很重要的 消費心理學 你有沒有跟他頂撞一下 那你怎麼說就有資訊 哈哈哈哈 其實我是覺得郭董他有備而來 他第一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 我當初有眼不是泰山 有眼不是泰山 對對對 那他就說今天來特來跟博士請義 我沒有其感 那就是 因為就是現場幫 就是稍微指導他一下 我看全國大概也只有我一個人 可以叫他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那就是當天這樣子的情形下 他其實只是來表達他的一些 或許當初的一些狀況 不是那麼恰當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都沒有關係 因為 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的一些生活經歷 說出來的一些話其實都會 不能說跟我意見不同的 那他就是錯的 這是我一直的看法 所以其實那時候啊 我也有媒體問我說 郭董罵你浪費教育資源什麼的 我就說沒有關係 就是大家對於一件事情 都可以有自由評論的自由 然後呢 他也沒傷害到我什麼 就是大家感覺很氣憤 比我還氣 當時有人比我還氣 我就說其實沒有 那他其實罵了我 那我生意變很好 那現在郭董罵選總統 你自己就是跟他的 過去很有趣的這個因緣機會 過去批評你說 要賣雞排幹嘛還花那麼多錢 這麼多的心血去讀一個專業 那麼高的一個學術的一個領域 可是他這次又來親自登門 跟你說這個拍誰 當初看走眼了 你覺得中間最大的轉變 你的觀察是什麼 難道只是說我現在要酸總統啊 我必須跟年輕的朋友們 放低姿態 跟他們say hello 其實我知道你們的心 我了解你們的苦 像他昨天一個口誤 說這個年輕人 領高興還是怎麼樣 其實他的意思是 指領高興 指領高興 他都有 就是有時候 話有時候講完之後 被人家斷章去 這種事情就很頭痛 OK 那我也不覺得說他來是為了純粹選總統 當然這可能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想他要展現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我要接地氣 我不是就是高高在上 那或許就是剛好 因為六年前我們有那麼一段小摩擦 那其實很多網友都覺得說 我當初被他這樣打了一拳 其實可是我再一拳打完 之後我聲音變很好 我就一直很感謝他 我們店裡面那個布條什麼 我們也都一直 而且其實上帝跟我們講說 人家這樣子對你不好 你就是以德抱怨嘛 真的有大愛 以德抱怨 對 那其實我們店裡面有 也有一個感謝郭董的那個布條 他看了他也覺得很欣慰 就是覺得說這個年輕人不錯 然後我做事就是比較正向 那也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生意方面 這樣客人也會覺得說 這個老闆很陽光 這個陽光這幾個職業也蠻熱門的 蠻熱門的那個關鍵字 那現在郭董宣布要參選總統 然後你可以從一個過去看到 有這個很有趣的很愉快的 很陽光的一段互動經驗裡面 你給郭董一些小建議 怎麼算 靠陌人靠希望 我的一向的看法就是覺得說 其實現在台灣經濟真的是 那個數據很好看 是因為某些數據的造成的那個 其實那個以片概全啦 那台灣的那個經濟好不好 問我們這種專門做庶民經濟的 最清楚 那其實真的一年不如一年 為什麼 就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跟力氣 然後去做我們的宣傳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品質做得很好 可是業績其實並沒有 那個就是比較熱鬧的商圈 那個店一夾一夾收 然後人家會覺得說 那我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 對啊我是努力剛好去抵銷那個經濟衰退 我就覺得說那我也還算厲害的 因為就是沒有 用你的努力去抵銷經濟消費力的衰退 對對對 就是好像我跟 我就跟他們說 我是還好啦 有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那種 譬如說正負百分之五之類 那種營業額那種那個是正常的 嗯 的那個循環嘛 那可是他們說 我弄到他跌了230% 我說這很嚴重 這樣子不小心會 掉二三十個percent 對就是會導電啦 持續下去那個那個電開不下去 是 那我比較覺得說 政治家 應該說政治家比較好聽 因為其實就是政客啊 帶領國家這樣子 一直吵來吵去的互鬥啊 對我們的經濟真的是 好像從2000年以後就不太好 OK 那十幾年了 那我是認為我們該換換思維 讓企業家來帶領我們拼經濟 OK好 應該換換思維了 我想拼經濟還是非常重要 我們常講說 這個經濟是一個產生價值的體系 可是政治卻是在分配價值的體系 所以經濟政治經濟是密不可分的 要拼經濟的同時也必須要把我們的國家 把它弄的一個當然比較合理一點 我不敢說多偉大 真的相對要合理一點 回到實習這邊 這個郭台銘就有一個說法 郭台銘拼經濟說 我跟韓國瑜說好了 鴻海會把在深圳跟天津的部分產線移到高雄 一聽到這個消息 這個杜子誠杜老師 他這個工研院出身的 立刻眼睛叮叮就亮了 他說打算把大陸天津廠部分 包括深圳縣的生產線都搬去高雄 那未來鴻海會不會變成台塑中鋼 易守日月光變成高雄市政府最大的業主主人翁呢 不知道韓市長是歡迎呢 還是敵死不從 好期待韓市長的反應 OK有關市長在這個市議會的答詢 這個雲柳反應是最快速的 立刻做這個手板 人家問市長 市長說請叉叉局長先回答 你先講 他後面再補充就對了 為什麼我要像小學生一樣站在這邊 人家就拿出這個桃園市長鄭文燦 這個我來說明一下 立刻就這我來說明 我來說明 沒有手板 你去看看那個屏東縣展潘孟安 真的經典 我看那個影片 真的是用心 大事情小細節 相關的預算 邊講邊記 還說什麼人 補充給我這樣 說真的 那叫做用心 那叫做父母觀 那叫做會靠的 三個字就會靠的 要選總統當然可以 會讓你會靠的那個政治基礎 不是韓粉 是你在高雄市 你不管做幾天 你只能做三百天兩百多天 不管你怎麼樣 要讓人會靠的 要追求一張 會靠的成績單 這個才是韓市長 你要進足大衛 最大的政治障礙 也有可能是你最大的政治資本 所以網路上很多 就用這個A人的 地瓜粉 叫做韓吉混 韓吉混 這三個字 韓國市長非常的混 韓吉混 再A一下 這種A的你參考一下就好 重點是你目前對高雄市的施政 你目前說到跟做到之間 有多少落差 這個非常重要 實際的觀察 沒錯啦 就是當然是 你能夠實踐多少 你的政見才是 大家檢驗一個政治人物 最這個 最普遍的一個標準 那我覺得韓國瑜有一些改變 也的確他過去在台北市 北農那個時候 你看他在議會打巡的時候 游刃有餘啊 談笑風聲 然後就是 一個掌風就把這個王世堅 打到天邊去了 就是他當時 或許對於北農 真的是還蠻熟悉 他的業務有了解 可是現在看起來 他的反應跟過去不一樣 他有一些局處不安 然後很容易被問倒 為什麼 是因為我認為他的確對高雄市政 不是很熟悉 就相較於其他的縣市長 就是別人是可以 每一個選區講得清清楚楚 他的了解是深刻的 他知道那一區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是韓國瑜不太知道 所以你會看到他很局促 很很很這個這個 立刻會爆跳如淚 我覺得韓國瑜的 他的想法 其實都是在創造二元對立 譬如說 在國民黨內 你們是權貴 我是庶民 所以他曾經 他曾經炮轟過你們權貴密室 而我代表的是庶民 譬如說他在議會被尋 答不太出來的時候 他到場外說 民進黨對我沒有好話 我已經被黑了兩年半 他創造出這個 因為你們是政治的原因 所以你們打我 這是二元對立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一點危險 因為他會使得真正重要的問題被忽略 因為所有的問題都會陷入二元對立 都是因為政治的關係 你們都是權貴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認真的討論高雄市 應該要討論的問題 這個對政客來說很簡便很方便 反正我只要這樣一喊二元對立 我自然就會形成一個保護圈 這個保護圈自然會幫我去打掉那些 因為政治 因為對立 所以你們要傷害我的人 這一招會使得韓粉們 變本加厲的攻擊力道更為增強 這很糟糕 我認為很糟糕 因為這些支持者會覺得 對 韓國瑜說得對 這個就是權貴在打庶民 這個就是政黨之間的惡鬥 就是因為你們黨籍不一樣 所以你們要這樣對韓總 所以當這些議員問的 不管是這個經貿園區的 或者是跟高雄在地有關的這些活動 這些計畫都沒有辦法被回答 不會有人在乎 因為你們都是出於政治目的而打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要幫韓國瑜去反抗 去攻擊 去把你們給推回去 我覺得這真的很不好 對台灣整個環境來說不好 所以我講過很多次 我覺得韓國瑜應該要不斷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 叫你的支持者 不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攻擊別人 個人做事個人單 沒有什麼把你祖宗十八代全部罵進去的 講完講了一句話 然後你把人家阿公拿出來 練是練什麼意思的 我會覺得做這樣子多方的牽扯 然後幫人家揭小孩這些都 極不理性 你這些不理性的行為 其實沒有辦法讓你的支持對象獲得更多的尊重 這對韓國瑜一點好處都沒有 你們真的是害了他 那另外郭台銘的部分 我覺得郭台銘很好玩 他一直在洗形象 我覺得他洗到已經 我覺得每日一洗 不夠自然啦 因為他是很刻意的 每天都在洗 他過去的確是高高在上的大老闆 他說一句話 員工就立刻 你要給我飛回來開會 飛不回來開除你 所以有官司 他的確是在那個位置上 可是他現在為了要選總統 所以他把自己弄成一個 我會去民間友人家睡覺 我不知道說什麼叫做民間友人 那你是先見的嗎 為什麼會有民間友人 對我覺得那個概念很奇怪 然後譬如說他會彎下去幫人家綁鞋帶 然後不斷強調說你看我的班 都是我太太一點一點沒掉的 愛妻的形象 然後不斷的強調年輕人 因為他已經70歲了 就是他一直在重新塑造他的一個形象 可是如果你太過頻繁 我會覺得有一些刻意 大家都看得出來你在幹嘛 你就是希望要選票 所以你不斷的在 把你過去的那樣子的印象給洗回來 可是我覺得有的時候還是沒有辦法那麼洗得那麼乾淨 譬如說他今天不是去跟吳敦義見面 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又把人家客廠變他自己的主場 開始在那邊開記者會 然後發表了一大堆的這個 就他就是那個主場的老闆 他就是那個大家都必須聽他講話的那個霸氣總裁 那個形象其實很難改變 他會不經意的就展現出他那個味道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還要洗形象OK啦 再加把勁繼續洗下去 然後我會建議要洗得更為自然一點 會比較具有說服力 好這是時期公關專家給郭統的建議 呼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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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靈魂 呼吸引人 呼吸引人